大家好,我們今天是我們和聯的家電發表會 那首先為各位介紹的是廚房家電的新品 那這台的話是預計我們明年會上市的一個氣架的烤箱 氣架烤箱的話就是顧名思義結合氣架鍋跟烤箱的功能 除此之外呢,它還可以做乾淨機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平板非常多層 所以容量也非常的大,有高達16升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的配件也相當的齊全 有一個滾絨,還有我們的串燒的一個組件 那清洗的部分呢,我們的玻璃門都是可以做拆卸清洗的 所以客人如果要清洗的話,就把玻璃門抽起來 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用火布去擦洗 那本身這個控制的部分呢,就是觸控式的 你只要用手去觸控,今天要選什麼菜單 就不用再另外調溫度跟時間,使用會更加直覺 那這一款的話呢,是目前已經有上市的兩升機閘鍋 那這一款的話呢,是我們明年都會推出的一個四升的電火鍋 外型的相當的美麗 那它裡面的話呢,是做陶瓷的一個不沾塗層 所以清洗的話,會更加加的方便 這個多少錢? 還沒有公佈 那這個已經上市的話,是多少錢? 目佈說呢,是2490 2490,OK 蠻便宜的 那這一款的話呢,是我們多合一的一個食物調理機 你目前看到的所有配件呢,都可以在同一個主題上面做使用 那這個的話呢,就是我們的破壁機 破壁機的話,就是人家打冷的食物或熱的果汁都可以 或濃湯都可以,直接丟進去打就好 它可以倒到主廢的一個效果 有到破壁機等級? 對,它是破壁機 對,本身可以自動加熱到一百度這樣 好 然後它只用半個頭呢,就可以使用這個糖果 對,所以都是也可以拿來煮 然後甚至旁邊的章魚燒 或者是燒烤 蛋糕的安排都已經有多樣的話 還沒上 對,明年會上 明年會上 對,這邊就是未來水上流 這看起來厲害 那這個 那再來的話,這台是順樂式的飲水機 它跟一般的電熱水壺最大的差異就是 電熱水壺它是一直不斷的去滾 用一股水嘛 所以它會造成那個 電熱水壺的浪費 那順樂式的話 是等於說你要清水的時候 它才會開始進行加熱 嗯 然後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選擇定文 你要選擇清幾度的水 然後跟多少的水 那它可以自己接那個自來水管嗎? 嗯,不自來 還是裝水的 裝水的 對 那這一台的話呢 會有三次的綠石 有BBC O 以及C2 然後隔壁這台的部分 它可以顧慮異味 然後除此之外 裡面還有一個UV殺菌燈光 所以達到一個四層進化的效果 OK 然後隔壁這台的話呢 是一個1.7公升的快煮鍋 它有保溫的功能 我們煮完的時候呢 這邊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溫度 是進行保溫 那保溫的時間是12個小時 那側邊的部分這個地方呢 會顯示我們裡面水溫對應的顏色 藍色的話就是冷水 熱的話就是紅色的 對 那隔壁這台的話呢 是我們的咖啡組 它這台呢是屬於花灑式的 跟一般咖啡機的差異就是 它可以更均勻的去萃取咖啡的風味 那除此之外 我們這邊的外型是相當的好看 地鋪的話就是一個時鐘的設計 那這邊的水箱呢 是可以做拆卸清 拆卸的 所以你要裝水非常方便 甚至你這邊倒完的咖啡呢 你可以拿到這邊倒進來 在做一個隨身品外帶的一個功能 嗯哼 那除此之外呢 它做熱的咖啡以外 它還有一個冰底組件 所以冷熱兩用 OK 厲害 好 首先大概到這邊 好 好 好的 监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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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